那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一章 我们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有这样一个围绕的 微能,对不对 那数上,数上这是Omega T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讲 Omega跟能量是乘着的关系 对不对 就是能量出于H8 所以我们把这个公式把它换成 Omega把它换成能量 那这样我们那个15式 那15至5 那个公式 就不用这样 你把那15的公式 把那公式 这边是Omega 你把Omega换成现在怎么样 换成这个能量 这样知道意思 然后这边 这边原先有负有正 对不对 那你们书上是用正的 那你们知道正的 表示什么意思 我们有一个辐射,一个是吸收 对不对 正的是负射还是吸收 你们才 我们星期二讲的课 如果是正的话 是吸收还是负射 是负射的 那如果是吸收的话 这边是负号 因为你们书上主要用正的 所以这边就还是 照你们书上用正的 那你们如果要用吸收的话 要吸收的话 把它判成负射就对了 那这边是从 这边我们知道 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能力 就是说自由例子 我再把它问一下 假设这是原子 对不对 那这个能量呢 这个能量是光子 这是光子 或者 这个可以是光子 也可以是电子 这样知道吗 那这个能量呢 这能量是光子 跟电子的能量 然后这K跟原子 是这个原子的状态 这样分清楚了 就K跟N 是这个原子的状态 然后这1呢 Om1呢 是光子 或者电子 它的能量 这样我们问题清楚了 那我们现在考虑 那我们现在考虑 在 N1 考虑在这个范围内 所有状态的贡献 我们考虑在这个范围内 所有贡献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Rama 你们知道这 这是Dn的三次方 对 就这 那这等于Dn1 Dn2 这样知道意思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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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N是代表状态数目 对不对 所以Dn状态是在这个范围内 在这范围内的所有 所有的状态数目 所以这是状态数目 对 对 对 那我们在前面前面的那一部分 我们讲自由粒子的时候 因为导过 Dn的三次方式等于这 对 就是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这是一个状态而已 这是一个状态而已 然后 有这么多状态数目 后来我们要乘上这 这状态数目 对 共鲜的这个共 多操了 那我们现在考虑所有的 要考虑 那我们现在考虑所有状态 这边是在怎么样 这边是在 这个区域里头 这个区域里头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考虑所有 那该怎么做 对 基本把所有加起来 你知道 机会的意思就是加的意思 我们把所有加起来 所以就得到 好 那底下 你现在我用 我们把它换成球座标 我把它换成球座标 对 那球座标的话 D三次方 等于是P平方 DP 然后再D OmegaP 对不对 OmegaP OmegaP是P向量的立体角 是那个P P是动量嘛 动量是个向量嘛 对不对 得立体角 对 这样没有问题 对 就DOmegaP 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四值可以改成 改成这样子 就我们这边的 D三双P 是等着 然后换过来 是这样 然后我们把OmegaP D OmegaP 寫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便是 P的继分 对 P的积分 我们这个 也可以改写成这样子 你知道 你们知道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 能量是P的函数 对不对 能量是P的函数 那P也是能量的函数 这个 这样知道意思 因为这两个是 能量是P的函数 动量呢 动量也是E的函数 那这边是相对低P 低E的维分 OK 这样知道的意思 都没有 OK 我们 为什么要换成第一次 因为这是 这是E的函数 因为Data 是E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换成 最E的能量的积分 那下一步 我们分成两种情形来讨论 一种是 一种 我在这边写一个 我在这边举了两种例子 一个是光子 一个是电子 是不是 那我看先从光子来看 如果是光子 如果是光子 能量跟动量 有什么关系 能量有什么 你是 Hnews 这也没有 我们反而换成动量 因为我们那边是用动量 PC 那这台怎么换 我们来做做看看 大家知道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等 所以我们就得到 P是等于 P是等 P是等 1除以C 所以DP 所以DP 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就得到 对 我写错了 我写错了 是不是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应该知道怎么积吧 因为这是一个Data函数 所以Data函数 所以我们这个积分等于什么 等把这边1跟这边带成什么 带成这个 所以我们就得到 所以我们就得到 那Data1是这个 Data1就是前面这个解 对不对 所以等于1 Data1 这样会 所以光子部分 光子部分我们就得到 这个式子 那我们下一步做那个电子 第二步是我们做电子 对 那电子 你知道 能量跟P是什么关系 对 H bar平方 对不起 P平方就是Om 对不对 这是电子的那个 能量跟动量的关系 那这个是 P P等于 2M E 开根号 对不对 OK 所以DPDE 就P相对E的微分 对 我们就得到 先把2M 对不对 2M是常数 所以我踢出来 然后再对根号E 就是根号1为分 对 对 这弄错掉 1分之1 因为原先2分之1 现在负的2分之1 对 对 那我们这个得到 那P平方 对 那P平方在这里 P平方就是2M 所以是2M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这边根号1 这边是1次方 所以 变成1的根号2 根号的1 然后M呢 我们看 係数 这是2 对不对 对 这个2跟这个2消掉 那这是根号2 对不对 然后M呢 M几次方 M是几次方 2分之3次方 2 这是1次方开根号 我们可以这样写 这是2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带到这边来 带到这边来 我们就得到 我们在 我们这边 在带那个之前 我们先这样做 我们先看这 我们看这些 这些是什么量 这三个箱层 就是我所写到左边的 这个在这里 那P平方 那这 D我们 对不对 还记得 这个等了什么 我把它写在这边 这个等于 原先这个 D的三双P 就这个 是P的怎么样 立体 对不对 动量空间的体积 那这边 D1在这里 那这是等于 D的 三次方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 你们告诉我 这是什么物理意 我们先看 分子 分子 是什么物理 我们在 这一节课 我刚开始 就写了这个式子 就告诉你 这意义了 这是什么意义 就在 还记得 N加上 DN1 N2 加上DN2 N3 加上DN3 中的什么 状态数目 对不对 还记得 那这整体呢 整体告诉我们 D1 是相对这个来讲的 这告诉我们说 在 1 与 1 加上D1 之间 这是什么 的状态数目 对不对 所以 DN的体积 就是 在这区域中的 状态数目 那 这三个量 是对应 对应D1的 也就在D1里头的什么 D1里头 所对应的DN1 DN2 DN3三个体积 那个小体积 所以这整项物语 就是说 在1跟1加上D1 之间的怎么样 的所有状态数目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来写 ROR ROR1 就是等于这 那这个意义就是 在1与D 1加D1之间的怎么样 的状态数目 所以这个名称叫怎么样 我写在这边 叫Density Density Density States 就是说 在单位能量内 就单位能量内 的所有状态数目 也就是我底下写的这个 就是单位能量内的状态数目 那英文的英文叫做Density Density 这个Density 不是我们平常讲 不是我们平常讲 那个密度 Density State 物理意义就是这个 这样清楚没有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式子 就可以这样写了 我们式子就可以这样写 我还保留那个 我们右边那个式子 就可以改写成这样子 这样会没有 那 因为这是Data函数 就是Data函数 我说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他的结果写出来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Data 19 我上写了 这样会了吗 这是很有名的公式 这叫Gordon Rule 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很有名的公式 就是耀先后蓝率 就从一个状态 从K状态到M状态 从K状态到M状态 就是等于 就是这是一个矩阵 对 这是一个矩阵单元 矩阵单元的绝对值平方 然后乘上什么 乘上Densile State 在什么地方Densile State 在这能量 能量下的Densile State 这样会了吗 OK 就是耀圈速率 我们知道这是耀圈速率 从K状态到M状态 到耀圈速率 是等于一个矩阵单元的绝对值平方 好 那在层上怎么样 层上能界密度 OK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 叫做Gordon Rule 好 不过在讲这些 我们稍微 有个地方我提醒 给你们提醒你们一下 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边导到现在 我们都是单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问题这个 我们进来的电子和光子 只有一个而已 只有一个光子 如果电子只有一个电子 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那如果有很多电子呢 该怎么办 如果有好几个电子 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 它跟好几个电子 同时交互作用 这就是你们书上那个 你还要对怎么样 对这个K 这边是一个E嘛 这是一个电子的 一个电子的能量 对不对 如果是好几个电子的话 你这边就要对所有电子怎么样 所有电子的上 不过通常我们在一般的程序 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因为我们提醒 光的吸收 光的吸收 光的吸收跟辐射 是只有一个光子的 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有两个光子 这忽然率已经比较低了 那什么时候会有两个 什么时候会有一个 一个原子吸收两个光子 或者辐射两个光子 晓不晓在什么情况下 在雷射的情况下 就是电场会很大 在雷射的情形都牵涉到 非线性的问题 那之后就会牵涉到两个光子 那一般的情形都一光子 所以这边 你们是不是上去我这个公式 但我这边就不特别讲了 那我们这一张 我们这一张就讲到这里了 那我给你们的习题 你们做第一题 我不用写了 做习题第一题 那下面我给你们介绍 刚刚是十五张 我们现在十六张了 我们这个学区 大概上个十六张 把这一张上完 上完就刚刚好 我还是一样 我最后一节 我会做总复习 那我们再十六张 十六张就 我们要用到很多以前的 以前所学的东西 就包括电磁学 我们用了很多电磁学所学的东西 就是带电粒子 带电粒子在电磁厂中的运动 就带电粒子在电磁厂中的运动 我们再学这一部分 电磁厂中的话 里面所学是电磁厂跟磁厂 对不对 那电磁厂跟磁厂相对的是什么 存量厂跟相量厂 是不是 然后在你们的 我记得你们写绿学的时候 会谈到说 如果有相量厂的话 有相量厂对不对 动量的方式 动量就不是我们平常写的那个动量 那我们等一下会推导 在有相量厂的时候 我们的Harmintone有该怎么写的 那在讲这之前 我们需要复习一下 把 怎么样从电 我们知道还记得 电磁厂跟磁厂是物理量 我们可以测量出来的 但Y跟A呢 它是怎么样 它是未定的 它不是未定的 就有好几种形式可以写 也就是它有很多种 那等一下我们到最后 我们会谈说 怎么样选择 怎么样选择这两个函数 你选择不同的这两个函数的话 相同的E跟B 电场跟磁厂一样 相同 但我做不同的Phi跟A的选择的话 对不对 如果照我们物理观念的话 会不会影响结果 应该不会影响 对不对 但当我们发现 你选择不同的Phi跟A的话 我们得到的结论的 视觉视觉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去了解为什么 这些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在选择这两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该什么选择的问题 所以底下我们要复习 那个电磁血 我们怎么样去决定 假如这两个是已知 我们已经知道 对不对 我们就怎么样去选择 这两个函数 那在这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 那个Mustle Equation 这是那个 我这边用的是CGS单位字 以前我一直讲 你们书上用MKS 是CGS的 我们在 还想不想我 我为什么比较喜欢用CGS 我有讲过 我看你们还记不记得 对 不要忘了 在CGS单位字的磁场 跟MKS单位字的磁场 是两个不同的物理量 差一个C 差一个光速 所以它单位字是不一样的 那我比较喜欢用CGS单位字 是因为怎么样 在相对论的速度空间中 这两个是相同一个张量 张量不同的分量而已 那你们知道这一项 你们看 我这边 对不起 我是简写的 你们知道这些都是空间跟时间的函数 不要忘了 我没有写上去 你们把它 不过你要不要知道 就是说 这些量都是怎么样 都是空间跟时间的函数 我就不用特别写的 那这是 这是电荷密度 这是电流密度 你们应该知道 那你们知道 这一项怎么来的 这也是法拉第 不是法拉第 不是 这一项不是法拉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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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磁场的磁变率 就是磁场的磁变率 安培变率 假如没有这一项是什么 没有这一项是什么 安培定率 那谁加上这一项 对 就磁场的磁变率 就磁场的磁变率 对 但我们 因为 我们剩下一点点的磁变率 我没办法继续导 不过简单跟你讲一下 这个历史 如果没有这一项 如果没有这一项 就不会得到电磁波 对 所以磁场的贡献也是非常大 有一次美国物理协会 他调查所有物理学家 对以前的科学家 他们排名 对不对 马斯维尔是排第二名 比牛顿还高 在牛顿之前 他贡献很大 如果没有这一项 如果没有这一项 就没有 就没有怎么样 电磁波 没有电磁波 我们就不能把光子跟电磁波 什么样连在一起 在马斯维尔之前 光子是光子 电磁波是电磁波 光是光 电磁波是电磁波 没有连接的 经过这些马斯维尔科学 以后才知道 怎么样 才知道光就是什么 光就是电磁波 这样清楚吗 OK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